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Burnware這個燒錄軟體的這個中文版的這個免費版的這個下載與安裝 那這個圖文教學的頁面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大家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連結還有文字及圖片說明 可以點一下到這個頁面 然後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一下訂閱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的這個介面就是 他把這個分類 就是那個他將那個所有和燒錄有關係的東西都放在主介面 就是所以說現在比較多人使用這一套 他是這樣子分類這個是資料多媒體印象檔工具 他是這樣分類的 是這樣子那個 在這邊 非常的他上面這邊有一些資料多媒體印象檔工具 他畫分的比較清楚這樣子 好 那他這個也可以用清單和分類 但是我們一般用圖示就好 這樣比較 比較好檢視啊 萬一跑掉的話 你這邊把它切成那個 圖示這樣 好 那這個官方網站就是大家就是 Copy一下連結 然後貼上 然後就到那個 這個就可以到這個頁面這樣子 然後他會跳到這個 他會跳到這個 那個 就點一下這個download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他會跳到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 那 我們看一下這個 有一個fee這一個 這個 EARN A WHERE 這個fee這一個 我們下載這個就好 他容量很小 很小 只有8 8枚左右 這個 點fee 就是下載這個免費版就好 一個是什麼自尊版吧 那個 Premium 跟 那個 那個 professional 還是 對 professional 那個專業版 貼一下 professional 好 那我們下載這個 點擊一下 就開始 他就會下載了 OK 然後 接下來是那個 下載的話就會放到這裡 因為我已經下過 就 不再從下 那 這個 那這個地方就是你的副檔名要顯示出來 參考一下這一篇 這樣方便判斷 這個 檔案類型 那在這邊的文字就大家就看一下 就是說 呃 你在安裝的過程中 你不要一直點一直按 一直下一步下一步或我同意確定什麼的 你要注意看一下那個說明 那 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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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位 其實它是會叫你 安裝一個防毒啊 那 那個地方 切到拒絕就好 那因為我安裝過就不再裝了 我們就用這個圖來說明 好 你點擊開來之後 它就會跳到這個 這個 如果你不是繁體的話 這個地方 下拉 切一下 切到繁體中文 因為有時候你的 系統可能跑掉什麼的 它沒有抓到那個 你系統指定的那個 那個 那個文字檔 那個語言檔的話 會跑掉 那你這個地方切一下 下拉切一下 然後按確定 就是這個 這個檔點擊開來 點擊開來之後 它會 出現這個 畫面 那如果不是繁體中文 你這個地方就切一下 然後再確定 然後好了之後 就點下一步 它就是會 然後這個地方 我同意 然後下一步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 這裡的話 就是這個 要安裝到哪 就下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要不要在 開始的功能表 建立資料夾 就是這個 開始的功能表 那我們不要 不要建 因為那個 沒有必要多一個 我們只要 那個 在桌面點擊就好了 功能表就不需要 就這個地方打勾 然後再下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 建立桌面圖示 那 這個地方 可以 建一下 然後還有那個 關聯 ISO印象檔的 關聯 那也沒關係 也要關聯 然後就下一步 然後就安裝 那這個地方看個人 你是不是要放在桌面 跟ISO印象檔的關聯 這樣子 就是選取這樣子 就看一下這邊的說明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就不要勾 就是說 你在安裝過程中 你是一步一步的點 然後一步的看 不用擠 不用擠的這樣子 一直 就是這樣一直按按點點 你就是一步一步來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 它會跳一個 這個東西 它是安裝這個 FEST 這套 那這套其實是 很多年了啦 那也是很有名的一個 免費的防毒 那 這個地方的問題是卡在說 那個現在哪一台電腦 沒有裝防毒 你裝兩套防毒 第二套防毒的話 會去衝到 你一台電腦 只能裝一個防毒系統 你只要裝其他套會 兩個 防毒系統會去衝到 那我們一般就是 按這個 Decline Decline Decline的意思就是 拒絕 的意思 這個 這個 Decline就是拒絕的意思 Decline 拒絕的意思這樣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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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樣子 點這個就是不要安裝 這樣就好 然後好就是完成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啟動這個 在這裡 這樣子 那 有的時候假設這個 跑掉 就是我前面講的 這裡跑掉的話 你在檢視這裡 把它切成圖示 因為這樣子比較好 檢視 我們在使用上 比較方便 是這樣 那 它這個地方 又規劃的比較好 資料的部分 多媒體 印象檔 工具的部分 這樣子 那 呃 假設你一些設定 什麼的跑掉 有沒有它這邊有一個 回復 預設值 就是你點點按按的時候 不小心跑掉 應該是 就是 我看一下 它這裡沒有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另外的設定頁面 就是說萬一不是繁體中文的話 我記得是沒有啊 只能從那個 一開始那個安裝的部分 切換而已 那 假設你 不小心 就是點太快嘛 你這個地方點太快的話 點太快的話 有沒有 你就到這邊按取消 取消掉 重新點 重新點來 安裝切成那個 繁體中文 這樣子 那 你這個地方 點點按按 你的那個 預設值跑掉了 你就這邊有個 回復預設值 它就會把你全部的 設定都回復成 預設值狀態 是這樣子 好 OK 那 你 覺得 因為 這個燒錄軟體 現在 比較少用了 主要原因是 現在有那個 USB 還有那個 那個 外接式硬碟 還有 雲盤 網存 就是說 用到的機會 不是那麼大 那 還有一種 就是說 那個 感覺用到的機會 不是很大 那你覺得 你 要將東西 燒到那個 你假如有那個 藍光 布魯瑞的 你就是說 因為它可以儲存 比較大的 容量 嘛 的時候 也是可以用這套 你假設是 藍光 布魯瑞的嘛 那你 儲存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移過去啊 那 假設你不需要 用到 你就是用不到了 你只是用一次而已 或幾次 用不到了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篇進行移除 是這樣子 參考一下這邊 來進行移除掉 這樣 OK 好 那這段視頻 就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 收看此番視頻